父从哪里来呢 我们尽忠同学 一定要懂得 决定不能迷信 迷信是错误啊 你看许多无知的人 进入寺庙 去烧香 听说什么烧头一只香 价钱很高啊 那是迷信啊 烧香求什么呢 求佛菩萨保佑赐福给他 佛菩萨是贪官无力 为什么呢 你跟他谈条件嘛 你看菩萨 你保佑我发财 我今天赚一百万 我拿一万块钱来供养你 你看看 很厉害啊 我赚一百万 我拿一万块钱给你 把佛菩萨 他为什么不要一百万 他为什么不要一百万 你要你的一万呢 他一百万了 一万都不给你 你哪有这么傻的佛菩萨 所以我们的心态全错了 全是迷信 我们供养佛菩萨 离境佛菩萨 表示我们对他的尊重啊 爱戴呀 我们对他有没有求 不能有丝毫需求 为什么呢 那是假的 俗话说 你菩萨过活 自身难保 他怎么能保佑你呀 真正能保佑你的 是表法 你一看到佛菩萨形象 就想到 我应该学习什么 他懂这个道理啊 我见到阿弥陀佛的像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 名有意吗 你反观他的意 你就得利了 阿弥陀佛的意思 无量觉 我拜阿弥陀佛 我尊敬阿弥陀佛 我要学阿弥陀佛的无量觉 样样我都能拘而不迷 阿弥陀佛 给我的好处就得到了 我不听他的名 不看他的像 把这个事情忘掉了 所以他的提醒我 是这么个意思 拜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表的是大慈大悲 见到观音菩萨 听到观音菩萨名号 我就知道 我要用大慈大悲 待人皆无 这就是菩萨保佑 不是保佑升官发财的 可是 我以大慈悲心出世 待人皆无 他能不发财吗 他能不升官吗 肯定的嘛 你人有善心吗 你几德吗 几功累德吗 你会得这个果报 是这么个道理 千万不要搞迷信 搞迷信 波达没有福 你在那里造罪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